中国发出警示,有毒糖果出现了,快替家人看看。 据可靠报道,最近市场出现一种汗马糖,食用后会全身酸痛,甚至导致猝死。 目前已经消亡20多个省市,警方正在全力追回中,此事刚爆出,请赶快转发给亲戚朋友,避免悲剧发生。 医生紧急提醒,这种汗马糖中含有塔达拉菲等西药成分,属于有毒有汗食品。 目前浙江京华警方联合多地警力,一窝端了生产汗马糖的黑心厂商,抓捕涉案人员10人,扣留这种汗人糖两吨多,涉案金额2000多万。 可怕的是,这种汗人糖已经通过渠道卖到20多个省市, 所以,近期看到这种包装的糖果千万不要买,也别让孩子随便吃,太危险了。 今天,不论你有多忙,为了家人和朋友的健康和生命,请务必把这个视频转发到所有微信群,让亲人朋友远离危险。 看完后,一定要动动手指,传递分享出去,这可能会挽救你。